對於郭董呢 其實我們還是要心存感謝 畢竟他在黨最困難的時候 曾經幫助過我們 我覺得這不是隨便講一句話 講一句風涼的話 就可以來挽回別人對黨的那種感受 郭董最近不選總統了 但是他已經退黨了 有沒有什麼希望可以跟他轉合 甚至請他來回來國民黨 你會有這樣的希望嗎 其實對於這個郭董事長 要表示要選總統 一到他退選 這過程當中當然發生很多事情 但是我前兩天我就特別說過 我說黨面臨到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第一個 對於郭董事長的這種退選聲明的內容 我們要好好的反省 檢討 甚至於改革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 對於郭董呢 其實我們還是要心存感謝 畢竟他在黨最困難的時候 曾經幫助過我們 而且我所知道 每次的選舉 他對於這個黨的一些支持 也是不宜無力的 那麼我們要抱著感謝的態度 感恩的態度 而且肯定郭董以往的 對黨的一個貢獻 同時我們自己謙卑改進 我覺得只有用這種方式 才能夠誠心誠意地 贏得人家重新對我們的認同 我覺得這不是隨便講一句話 講一句風涼的話 就可以來挽回別人對黨的那種感受 所以最大的誠意要表現出來 那麼我想郭董畢竟跟我們是有過這麼一段相當長相當深的革命的感情的 所以我們還是期盼他能夠繼續跟我們一起合作